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现在开始我们讲第八章资产减值 仍然依照惯例 我先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一章的考证分析 这一章相对前边几章来说属于难度比较大 但是它绝对没有我们上一章第七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核心安排难度大 而且相对来讲那中重要的一章 之所以说它重要 因为资产简直很多资产都会提 比如说它可以结合着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且合并报本这些内容出主关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算分析题综合题 当然它自己本身也可以出客观题 所以相对来讲这一章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考试当中主要涉及到客观题的点 比如说对资产组的判定 当然我们综合题也可能考的 包括我们单向资产或资产组 甚至资产组组合 计题资产简直时的账务处理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章的第五节 涉及到商誉的简直 特别是合并报表层面商誉的简直计题 我们也应该注意它的相应的账务处理 这是这一章的考清分析 那么对于这一章的教材变化来说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给你解释 就是受身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教材把存货跌价准备 还有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内容都放在这一章了 而今年他把这两块内容要各回各位了 也就是说存货跌价准备放在我们第三章存货里边了 而金融资产的简直 现在严格来说应该叫金融工具的简直 放在第十四章金融工具了 除了这俩之外 我们还对部分文字进行了相应的什么 修订 这是这一章的教材主要变化 这一章的基本结构框架 首先告诉你一共有五节内容 相对来讲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第一节资产减值该处 告诉你我这一章讲的是哪些资产计题减值的这些范围 而且我们资产要减值一定会有一些迹象 这种减值迹象 我如何进行判定和测试 这是第一节要解决的内容 第二节 所谓的资产减值 那实际就是拿什么账面价值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在我们存货那张是不是它叫成本跟可变现净值去比 所以这张铁定不包括存货的减值 那么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二者输高 哪二者第一我假设卖那就应该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第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当然是这二者输高 这是第二节的内容 第三节资产减值随时的确认和计量 这里边就涉及到资产减值随时的账务处理和一般原则 这是单项资产 那么如果单项资产不能单独具体减值 我可能要涉及到资产组的认定 那就是包括好几项资产是随便包括吗 不是 涉及到他的认定以及减值处理 除了讲资产组的认定 资产组减值的账务处理 还涉及了一个总部资产的减值 最后一节商誉减值测试一处理 这在中级会计实务2018年把它删了 但驻托会计师肯定要讲 而且驻托会计师考试这儿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尤其是合并报表层面的商誉 那一定是控股合并形成的 我希望大家重点掌握 这是这一章的基本结构框架 那么讲完前面这些内容 我们正式开始看第一节资产减值概述 什么叫资产减值 所谓的资产减值一定是两个量具比 一个是账面价值 一个是可收回金额 慢点 所谓的账面价值 您老人家还记得不记得是什么东西来着 应该是原值或者叫账面余额 减去背底账户 这个背底账户包括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 包括无形资产的累计贪消 还包括因为这些资产记题的什么 简直准备 这叫账面价值 一定要能清楚 跟谁去比 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这个可收回金额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者 孰高 你是打算现在把它卖了呢 你还是不卖打算继续持有呢 当然这俩哪个好处多 我选哪个 所以将来我就是拿这俩去比 比如说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一百万 我告诉你 他的可收回金额假如说是八十万 这是什么意思 跟存货跌价准备的原理一样 您账上记载这东西值一百万 将来您最终只能收回了八十万 怎么了 贬值了 那我就应该记题二十万的资产减值损失 大家想一下 我记题完资产减值损失 对应科目肯定写的是某某资产减值准备 是不是我等于又提了二十万的减值准备啊 那就意味着我记题减值之后 新的账面价值就从原来的一百 减去又补提的二十万的什么减值准备 得到我们新的账面价值八十万 而这八十万不就是你的可收回金额的金额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块内容 首先看第一个资产减值的范围 是所有资产的减值都在这一章规范吗 不是 首先我们这一章讲的资产一定是非流动资产 包括什么 比如说对子公司的投资那一定是控制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那一定是重大影响 您可以多告诉我两个字吗 看见重大影响要想到什么 参与 还有对合影企业的投资一定要想到共同控制 看见共同控制 您想告诉我几个字吗 一致同意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 具体减值 我们在这一章核算 那么第二个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模式是三个允许 允许提折旧 允许弹销 允许提减值准备 它可以提减值 也属于这张规范的内容 第三个是固定资产 第四个我们教材只在这提了一下 并没有细讲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包括第五个无形资产 这些都在这一章规范 还有第六个商誉 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第五节的内容 那么然后第七个是探明石油 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 以及相关设施也在这一章进行规范 这是第一个 资产减值的范围 我这一章核算的是哪些资产 这些资产肯定是非流动资产 第二个 资产减值迹象的探断与测试 资产减值又会有一些迹象 可能这个迹象啊 信息来自于内部 也可能来自于外部 这块内容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教材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标题一我就不说了 我直接说标题二 资产减值的测试 说几句话 第一 您作为企业 您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件事 判断资产是否存在 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第二 如果真的存在了发生减值的迹象 那你一定要进行减值测试 这个减值测试 无外乎是谁跟谁去比 账面价值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而我们账面价值是已知的 账上有啊 可收回金额是我们要估计的 第二节一节都在讲 告诉你可收回金额如何决定 第三 如果有简直迹象 我也估计了可收回金额 我也跟账面价值去比了 真的发现账面价值高 而我可收回金额低 是不是说明我账上记载的多了 有虚记的啊 那我就记题减值准备 同时我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把你账面价值降至谁啊 可收回金额 这是我们所说的三句话 在这有一个点特别特别重要 中级考 著作会计师也考 是不是每一次我必须有减值迹象 我才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呢 不是 有三种情况 不论是否有减值迹象 你每年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第一个 因企业合并形成的伤愈 伤愈一定是非同控形成的 如果是同控 不要跟我提赏语 那么第二个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什么 无形资产 还有什么 对于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那么尚未达到预定用途 是不是还没有完工呀 他核算的是用的是研发支出 横杠资本化支出 因为他的价值通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不论是否有减值迹象 这三种情况 每年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合并形成的伤愈 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 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这是重点 客观题 经常考的这个内容 这是我们所说的前三个标题 那么第四个 首先我在判断资产减值迹象 决定是否需要估计可收回金额的时候 我要考虑重要性原则 是不是每一种情况我都要考虑 不是 有几种情况可以不估计可收回金额 所谓的不估计可收回金额 就是我还没有测试 我就断定这个东西没减值 比如说第一个 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远远高于其账面价值 减值了吗 没有 我能收回的多比你账层都多 没减值 之后又没有发生销出这一差异的交易和事项 结论是什么 我仍然可以继续认为它没减值 我不需要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就跟我们经常说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特别壮实 啥毛病都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 从你上次看完到这次压根没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认为这个小伙子依然很壮实 就这一次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 以分析表明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对于资产简值准则中 所劣势的一种或多种简值迹象反应不敏感 而在本报告期间又发生了这些减值迹象 那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可以不需要因为上述减值迹象的出现 而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正个意思 比如说有一个人身体素质特别好 每次都在冬天冲凉水走 好几十年了从来都没有生病过 那这次他又冲凉水走 结论是什么依然不会生病 这就是两个不需要估计的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一看2014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无论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军营至少于每年年末进行 减值测试的有三个 解合并形成的商欲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还有啥来招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你看A 对联企业长期股权投资 好像没这个吧 所以A不对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专有技术 那不也是无形资产吗 B有 第三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欲 有 D 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有 这道题是BCD 这两分不是白给的吗 背下来 把这块内容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节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节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先边一直在跟你说 我是拿账面价值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而账面价值就是你账簿记录中的账面余额减背地账户 它是一支的 我只要估计出可收回金额 我就能确定是否该计题 简直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什么 基本方法 首先看一下可收回金额的定义 所谓的可收回金额呀 实际就是两种假设 就跟我现在手里有辆车 我是把这车现在卖了呢 我还得车继续开以后 每年都给我赚钱呢 有人说车怎么能赚钱 有车他就能载着我来录客 能录客不就能赚钱吗 一样的道理 第一 如果我假设把这东西现在卖了 这叫假设目前出生 那我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就应该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因为我现在卖 卖十万 但我可能会发生一些费用一万 我真正净赚的钱是多少 九万 所以一定要以我净赚的钱 作为第一个条件 这是假设卖了 那第二个 如果我假设这个东西不卖 我继续持有 对于我来说 就不会有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我有的是什么 我有的是以后买一年 我能赚得的未来现金流量 但是我要跟现在卖了的价格去比 我只能把未来现金流量折成什么 限值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一个是假设目前销售 一个是假设继续持有两者之间的 较高者 来确定 这是可收回金额 那将来如果我告诉你 我卖的时候公允价值100万 5万的处置费用 那95 而如果我不卖 我继续持有每一年得到的好处 折现的价值是98 对于我来说 这俩都是好处 当然哪个大我选哪个呢 中级会计十五 有一年就考了这么一个题 很简单的损分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特殊情况 换句话说 您不是假设目前出售吗 您不是假设继续持有吗 这俩哪个好 您选了哪个 是不是每次这两元大将 我都一定要到 不是 有一些情况 不需要同时估计这两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个 资产的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这是假设目前出售 资产预计未来现阶流量的限制 这是假设继续持有 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结论是不再估计另一项 大家想一想 我是二者赎高跟账面价值去比 您现在有一项已经超过了账面价值 那不就是没有减值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没有确凿证据或理由表明 资产预计未来现阶流量限制 显著高于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我可以以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作为资产的可收回净额 大家心里一定要明白 我们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是假设目前出售 这个资料比未来现阶流量的限制 要更好获得 如果他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如果能获得而又没有证据表明 未来现阶流量限制显著高于 那我就尽量的选好获得的这个作为可收回金额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如果公允价值兼储置费用和的净额 无法可靠估计的 那对不起 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不能假设目前出售 你只能与预计未来现阶流量的限制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这是我们所说的不需要同时估计的情况 这是标题一 那我们看标题二 这个标题二就是假设什么来着 目前出售 一般情况下 这个假设目前出售要比限制要好估计一些 所以我们先看标题二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就是我假如说把这东西卖出去 我的净现金留住是多少 这里边提到一个处置费用 这处置费用就是您卖东西不得不发生的费用 所以我们有时也把它叫做增量成本 比如说卖东西不得不发生的法律费用 相关税费 搬运费 以及使资产达到预定可销售状的直接费用 这些都叫处置费用 但是 财务费用 不包括在内 这是重点 经常考题 所得税费用 不包括在内 别小瞧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里边有门头 你现在把你的资产卖了 是不是属于一种经营活动 所以相对来讲 财务费用属于筹资活动 他绝对不应该包括在内 第二 我是不考虑所得税费用的 换句话说 我们后边的未来现金流量一定是税前的 折迦率一定是税前的 所以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不包括在内 一定要能把这个背下来 这是客观题的题 那么第二 既然处置费用是你在出售时不得不发生的费用 没得选择 我只要能把谁定下来 公允价值定下来 是不是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那公允价值怎么定 记住两个字顺序 一定不能是随便挑随便选 有顺序 第一个 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 有协议的一定要按协议价 第二 没有协议的按资产的市场价格 第三 也没有市场价格的 熟悉情况的交易 双方自愿进行公平交易 愿意提供的交易价格 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交价 所以优先选用协议价 没有的市场价 再没有的成交价 假如说这三条路都走不通 那对不起 我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就无法可靠估计 我只能被迫选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作为可收回金额 这是我们所说的小标题二 那么对于标题三来说 就是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估计 这是另外一种假设 是假设什么来着 继续持有 您心里一定要明白 这个假设继续持有 它跟未来有关系 而谁能说的行未来 就跟你要问我 张老师 您觉得您还能活多少年 我说40 30 20 谁都说不好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估计要比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的难度要怎么的大一些 这是第一个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就是把以后每一年你持续使用的过程当中 包括最终处置师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 那肯定是流入减流出给他折现成什么限制 就通过这个定义我们也能看出来 你如果要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至少应该有三个因素 首先是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比如说第一年是300那300除以1加10的1次方 第二年400就是400除以1加10的2次方 发现了吗 有三个影响因素 每一年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是第一个影响因素分子 第二个 预计使用寿命 肯定你折现是一次方二次方 第三个折现率 所以下边其实他就是在分别研究这三个 先说第一个 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如果要问我 老师您明天挣多少钱 我说啊 挣五十吧 但你要问我老师十年之后挣多少钱 也许我十年之后成为实践名人呢 我可能是无价之宝呢 也许十年之后我就退出培奖行业 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呀 它的基础时间不能太长 一般是最多五年 五年我还是有把握的 除非你有手拿把钻的证据 你认为更长的时间是合理的 你可以涵盖更长的时间 否则一般以五年为限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您不是要预计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现金流量吗 包括什么 现金流量一定是一种 净额的概念 是你持续使用过程中 这个资产每年产生的 现金流入 还有为实现持续使用过程中 产生现金流入所必须的现金流出 如果把第一个标成小圈 把第二个标成小圈 是不是每年的现金流量应该是一减二 没问题吧 完了吗 没有 假如说我这资产15年 到第五年的时候 我可能把这资产处置了 那么处置时有可能会收到净现金流量 也有可能是支付净现金流量 赚了就是收到 赔了就是支付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一和二是每一年持续使用过程中 还有三处置十点卖废品的钱 都要算现金流量 在这提示大家一句话 对于在建工程完了吗 没有 开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完了吗 没有 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投入资金的 那么我们在预计 他们的未来现金流量时 应当包括预计未始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 而发生的全部现金流出量 从现在开始 您到完工还会花多少钱 这个一定是我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下边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他说2014年12月31日 假公司自行研发尚未完成 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项目 慢点 如果是自行研发尚未完成 但符合资本化条件 他用的是什么 研发支出横杠什么 资本化支出 我就想再问你一句 他在报表上填在哪个项目里边 报表是开发支出 账面价值是多少 3500 我把账面价值给你写在这 是3500 这是第一个 他说预计至开发完成 上须投入300 这300肯定是我要考虑的 是不是这300一次性就投入 不是 比如说我研发三年 可能每一年投入一点 大家想一想 这种每年投入一点的情况 是不是就会形成我买一年的现金流出 那形成现金流出 是不是买一年的未来现金流量就会变小 我折现后的限值就会变小 对吧 我要考虑这个因素 他说该项目以前未继续减值准备 由于市场出现了预期开发相类似的项目 假公司于年末对该项目进行减资测试 经测试表明 扣除继续开发所需投入因素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为2,000磅 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要是2,000磅 我们是不是用这个数 是 因为我要考虑你未来每一年的投入 他说未扣除继续开发所需投入因素 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2,950 我说了前边特别提示说的很清楚 你要考虑达到预定可什么状态 你所需的支出 所以我肯定是要用2,800这个数字 那这2,800是什么 2,800是未来现金流量的什么限值 我可收回金额是二者出够 假设继续持有有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我们看一下2014年12月31日 该开发项目的市场出售价格减去相关费用后的金额为2,500 如果我假设继续持有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值2,800 我要假设目前出售 我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之后是2,500 我应该选二者输够没错 选二者输够做为什么 可收回金额 那当然应该选2,800 你账面记载值3,500 你只能收回了2,800 当然你应该记题多少简值 700 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选B 听懂我多说半句 这道题在这说了一个 该项目以前未记题减值准备 假如说这个项目前面已经记题了200万的减值准备 是不是你本期应该补题500就可以了 所以注意这儿别错了 这是这道单选题 那么小标题3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 这是客观题经常会考到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每一年的未来现金流量预计的时候 哪些因素不应该考虑 哪些因素应该考虑 第一个 我们应该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依据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现在科技是发达的 你比如说当你面对张三的时候 或者面对李四的时候 你想问张三和李四还能工作多少年 你只能以他最近的身体状况去估计他还能工作多少年 如果张三告诉你说 哎我将来可能做个心脏支架 或者我将来做个患上手术之后 我能工作30年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就问你 在你所有的零件是原装的情况下 你能工作多少年 这就叫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换而言之 也就说你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修理了 改良了 重组了 这些发生的变化 对于我来说 我一般不考虑 结论是什么 就是不应当包括 我说的很清楚 不应当包括 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事项 就是我现在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我不考虑 还有什么 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我不考虑 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如果我做完心脏支架 我能工作30年 你不要跟我废话 你就告诉我 你此时此刻就这个身体状况 你能工作几年 这就叫当前状况 绝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绝不考虑资产改良带来的好处 那么在这儿 我们今年教材 2018年 这增了一段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先给了一个重组的什么定义 这个重组在后边或有事项的时候 比这儿讲的详细 所以在这儿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所谓的重组 就是企业制定和控制的 将显著改变企业组织方式 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计划 实施行为 比如说我把一个分车间或者分工厂我给卖了 这些行为就叫重组 那么第二个企业已经承诺的重组 结论是什么 应当反映重组所能节约的费用和由重组所带来的其他利益 换句话说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不考虑 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考虑 另外资产改良考虑吗 不考虑 不应该包括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于一边 这些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如果是我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或正常产出水平 必要的支出或资产维护支出考虑吗 考虑 所以大家记住 你脑海里边有印象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是不考虑的 资产改良 我们是不考虑的 什么考虑啊 所谓的考虑就是日常的必要维护支出 我们是考虑的 还有什么 已经承诺的重组 我们是考虑的 因为已经承诺的重组 对企业来说是您的一项 负债 这肯定是我们要考虑的 把这背下来 这经常考虑 最终得的一个结论是以当前的状况为依据我们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 前面讲增量费用时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过不包括财务费用 因为财务费用属于筹资活动 也不包括所得税收付产生的现金流量 换而言之 您给我现在算出的现金流量应该是税前现金流量 而您不是用现金流量除以一加折现率的几次方吗 您的现金流量是税前的现金流量 蒙都能蒙出来 你的折现率一定是税前的折现率 这别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 第三个 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率一致 啥意思 就是您分子未来现金流量考虑了通货膨胀 您分母的折现率也要考虑通货膨胀 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 内部转移价格应当逾予调整 这啥意思 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 你如果算买一年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 比如说您的现金流入 不能给我以内部转移价格为基础 我如果要知道你由内部转移价格为基础 确定未来现金流量 我要对这个现金流量进行调整 这就是四条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以当前的状况为基础 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不考虑资产改良 考虑正常的维护支出 考虑已做出承诺的重组 另外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筹资活动 不包括所得税收复 您的未来现金流量是税前的 这些经常是客观的要考到的 一定要注意 看2015年一岛单选题 他说下列关于固定资产的简直表述中 只不过他给套了一个帽 套的是固定资产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有 实际就在问你正确的有 预计固定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 应当考虑啥 应当考虑以做出承诺的重组 应当考虑必要的维护支出 而他说的是什么 应当考虑所得税收复的现金流量 错错错我们的现金流量是税前 现金流量这肯定是不考虑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固定资产的公允 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慢点这是假设目前出售 高于其账面价值 记得不记得咱们说过 只要这两项有一项高 说明资产铁定没有减值 他说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 具体减值 是这样吗 我给你比较一下 比如说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一千万 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净额是一千亿 而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假如说是九百 大家看一下 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净额 是不是比账面价值高呀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是不是比账面价值低 减值了吗 没有 我如果要算可收回金额 我一定是这俩当中较高者 我可收回金额是一千亿呢 您账上记载只一千万的东西 我这一千亿 凭啥说我减值了 那肯定是没有 所以第二个应当具体减值肯定是错的 第三个 在确定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是应当考虑 慢点 应当考虑的有俩 哪俩来着 一个是已做出承诺的重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必要的维护之处 不考虑的也有俩 一个是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还有一个是资产改良 他说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改良错 肯定是错的 抓住字眼就能答对这道题 第四个 单向固定资产本身的可收回金额 难以有效估计的 单向不行 我考虑一错放在一起 一错不行 我考虑一对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应该考虑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可收回金额 这肯定是对的 2015年前三个都是错的 第四个肯定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选项D 那么再看2010年的一道单选题 企业在计量资产可收回金额时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是 不属于那就是筹资活动不属于 所得税收付不属于改良支出不属于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不属于 不就这活点吗 来回的计把它计劳了就行 为维持资产正常运转发生的现金流出 这肯定是属于的 第二个资产持续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 肯定属于的 我们用二减一不就得到日常的现金流量了吗 再加上处置的不就是最终的现金流量吗 未来年度为改良错了 我不考虑改良 第四个 未来年度一实施以承诺的重组 还以承诺的重组考虑吗 考虑 所以这道题 问你不属于的只能是选项C 不属于 记住 不考虑改良 不考虑所得税收付 不考虑筹资活动 这些不考虑的 你要马上给它反映出来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三 那么下边看标题四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什么方法 一种叫传统法 你直接告诉我 你的预测即是几年 三年 每一年最有可能现金流量是多少 你要问我 老师你给我估计一下 今年明年后年你挣多少钱 我告诉你 今年一百万 明年一百二 后年一百五 这靠谱 但我要告诉你 今年一千万 明年一千二百万 后年一千五百万 不靠谱 一定是最有可能产生现金流量进行预测 比如说教材给了个例 8-1 某企业固定资产剩余使用年限为三年 且预计未来三年里在正常情况下 以该资产每年的现金流量分别是一百万 五十万和十万 这三个现金流量一定是最有可能产生的什么 现金流量 那结果是什么 只要我知道折现率就能折现 折现率是多少 题目会告诉你 比如说百分之十 那就一百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一次方 加着五十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二次方 加着十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三次方 你除了半天 你加了半天 这叫什么 这叫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就是拿他跟供应价值兼处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这一点大家意料明确 那么第二种方法叫期望现金流量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利益八更二 期望现金流量法呀 他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他给你好几种概率 比如说第一年 如果我产品行情好 那我现金流量一百五 如果我产品行情一般 我现金流量一百 产品行情差 现金流量五十 依次累退 而且他分别给了你产品行情好的概率是百分之三十 产品行情一般的概率百分之六十 产品行情差的概率是百分之十 那每年现金流量怎么算 就是用一百五乘以对应的概率百分之三十 加上一百乘以对应的概率百分之六十 再加上五十乘以对应的概率百分之十 就得到第一年的现金流量是一百亿 这叫期望现金流量 那对于第二年来说 就是八十乘百分之三十 加五十乘以百分之六十 加二十乘以百分之十 也得到期望现金流量五十六 还有什么 还有第三年是二十乘百分之三十 加十乘以百分之六十 加零乘以百分之十 也得到期望现金流量是十 得完这仨怎么办 如果我告诉你 折限率是百分之十 那你就分别给我用一百一十万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一次方 加五十六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二次方 加十二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三次方 我还是那句话 您除了半天 您加了半天 得到的这叫什么 这叫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所以你没发现吗 只要你的未来现金流量 只要已知 再配个折限率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马上就能算出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预测 未来现金流量的什么 两种方法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就等于给大家把资产减值的概念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当中 公允价值兼处置费货的金额如何确定 还有我们估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时 未来现金流量如何确定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一定要记住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当前的状况为依据 不考虑改良之处 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不考虑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复 考虑啥呀 考虑我们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考虑必要的维持之处 这些点把它记到客观题 经常在这考题 那好 这一讲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谢谢大家